各位八年級的同學們 大家好 我們終於要進入另外一個主題 這個主題叫做總統定理 同學可以看到系列子題 其實老師的題目 老師的討論的問題幾乎都是系列子題 盡量跟同學討論一個主題叫做總統定理 那一樣的道理 就跟三大基本圖形一樣 你在課本上 在網路上也找不到什麼叫三大基本圖形 那是因為它有故事的 那一樣道理 這個總統定理也是一樣 Google也沒有辦法Google到總統定理 所以老師介紹一下 為什麼它叫總統定理 我們這個看一下 這個跳過去 因為這個是私人金剛的坦誠 是老師的葬傳佛教的東西 我們介紹一個美國第二十任總統 叫做加菲爾德 很好記 就跟加菲貓一樣 加菲爾德 然後他是美國第二十任總統 他是一個數學老師 他當過中學的校長 然後當過議會的議員 然後呢 後來投筆從容 升到少將 然後呢 後來 他進入美國的參議院 1980年 同一年他就選上了美國總統 可是很不幸 四個月以後外出 然後就可以槍擊了 因為那是牽涉到一些 那個戰爭的時期 那同學可以想像 那個時候的戰爭是為什麼戰爭 所以同學可以去Google一下 所以這個應該是 也是另外一個政治下的犧牲者 好 我們看一下 然後他說他在那個 中學擔任教職的時候 他最拿手的就是平方 所謂平方就是拼乘平方 他說無論是什麼樣圖形 只要是直線圖形 注意喔 我們特別稱叫直線 不是那個曲線圖形 因為曲線圖形的最有名的就是 達文系 我們七年級的時候上過 達文系有兩個很有名的 索尾系錦弧跟八字虎的面積切割 然後拼正方形 他們以前都很喜歡拼正方形 那包括 加菲爾德也是 他說 無論是什麼圖形 經他的有限剪裁 注意他是有限 就是那個做最少的刀的切割 然後總是可以拼成一個正方形 我覺得他這個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人 在那個繁忙的 其實當老師其實很難 應該說是一個很幸福的職業 因為可以碰到很多優秀的孩子 然後呢 可是他自己對 他自己對某些幾何方面 也是非常的有興趣 所以我想他應該也造就了很多的 很有名的學生 然後他說他有一次在那個 俄亥俄州議會當議員的時候 然後呢 大家 就是休息的時候 然後他便提議大家一塊做思想體操 就是解智立體 然後呢 他說 有一個議員 他跟 加菲爾的談起畢達哥拉斯的發現 那這邊老師很喜歡說 因為我們 勾股定寧 我們中華民族的老祖宗議發現 比 畢達哥拉斯的發現 早了將近六百元 所以我很不喜歡稱他叫必士定寧 我喜歡稱他叫勾股定寧 勾股定寧 好 我們現在看一下 他是怎麼做的呢 他說他用了一個 整腰直角三角形 然後呢 再用兩個 我現在是反 老師是反面來說 他是用了兩個 直角一樣大的 直角三角形 然後把它拼成一個T形 好 那老師是利用他的這個圖 那我重新再說一次 我是這樣的 我說過一個直角頂 隨便做一條直線 然後再過這兩個45度的頂點 然後呢 到這條線做垂直線 好 那同學應該有概念了對不對 這個小黃跟小藍會怎麼樣 因為我們現在八下了 同學過了第二次段考的部分 所以同學知道對不對 他會形成什麼 他會兩個三角形 會全等 然後全等的理由 同學應該很容易知道對不對 那如果這裡A的話 那表示這個長度也是A 假設這AB 然後這個當然是A 這個長度就是B 好 然後加菲爾德呢 他就利用T形的 因為看到這個大概就知道 他想要利用什麼對不對 他想要利用面積 他面積是上比下下比乘以高 除以2 然後我們假設斜邊是 這個 講錯了 就是等腰直角的兩個直角邊 分別是C 然後所以他利用T型面積是 三個面積相加 然後他這個T型是上比下下比是A加V 然後高度也是A加V 然後除以2 然後呢 在這邊的話 就是 這個三角形 小黃是A乘B 除以2 然後呢 他有兩個 所以我們跟一模一樣的 2分之A 還有中間這個 等腰直角是2分之C平 然後再來就是2分之什麼 是A平 A平 A平 那每一個都有2分之1 我都可以不要理他 然後這個剛好是乘法公司 A加V的平方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乘開來 那右邊呢 AB 是不是兩個AB 然後還有C平 那於是我們把2AB刪掉 所以就得到A平加V平等於什麼 C平 好簡單的證明對不對 好 我們發現一件事 就是如果把它看成小藍好了 我們得到A平加V平等於什麼 C平 A平加V平等於什麼 C平 非常棒的東西對不對 就是我們勾股定理 那其實勾股定理本身呢 他的證明方式 給同學們看一下 勾股定理的證明 大概有三四百種 有三四百種 那同學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上那個 好 如果同學有興趣的話 可以上一個 好 我剛剛給他按了什麼 好 我大概說一下 這是一本書 這是一本書 他說 我剛剛的按按按按小一點 這是一本書 我剛剛的按按按小一點 這是一本書 然後呢 他裡面截錄了 三百多種方法 三百多種方法 剛剛又不要處理 抱歉 所以同學如果有興趣可以去參考一下這本書 這本書裡面記錄了三四百種 就好